一起许下相同心愿 星星应该听得见 不然他怎么灵言 想你画家满门中立 如今你竟也要牺牲自己的婚姻 没关系 他若对我不好 事成之后我修了他便是 你既心意已决 我便无话可说 少和 这香粉是我安家独门秘方 送你做新婚礼物 及时已到 该送小姐上轿啦 我叫花冰玉 这位被人点了穴 被迫娶我之人 是文明京城的王护子弟 城王殿下 齐瑞长 全京城都知道 他心中所爱 是他的亲人主马 秦培真 虽然嫁为人父 但两人仍私情不断 传得沸沸扬摩 别以为你是父皇赐婚 你就把此人当回事了 在本王心里 只有珍珍才是真正的王妃 那好 在我心里 我才是你的主人 主人 今天我寄进了门 大家就来立个规矩 我画家女子要么不嫁人 一旦嫁人 夫婿必须从严而争 后宫的什么阴阴厌厌 一个也不需要 就对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我答应你就是了 父皇 您给我娶的这是什么媳妇啊 虽然如此 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你 你 你要干嘛 话虽如此 话虽如此 殿下怎可辜负良宵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哪有日子 如你这般 你看不见被他太阳还大着吗 要开始约上宫了是不是 要扑到我了是不是 不要过来 这就 这就 帅了 你 干什么 你 你 可是 你好香啊 你醒了 我堂堂证望 被人睡了呀 醒了 醒了就起来吧 今天还要进宫呢 那我就要下人 伺候更衣 不可 王爷现在是我的人 你的身子 只能由我一个人看 是 是 什么意思啊 嗯 干嘛 更衣 我堂当王爷 更衣 你等着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以后 你们都不用伺候更衣了 全权由 成王妃负负负责 是 王爷 听清楚了吗 成王妃 从今天起 我就是成王的主人 也是这个王府的主人 你们都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还不愧拜见王妃 是 王妃 是 王妃 王爷 孙子 给皇祖母 给父皇请安 平身赐座 你这不是 做完我们 你不会不舒服吗 不要误会 我是不向你丢人 两人竟然这么要好 赏 听说成王和王妃十分恩爱 王太后大赏 听说成王和王妃今天是 互相臣服着秦安的 听说成王去哪儿都得抱着王妃 听说成王宣布 成王妃是王府的主人 听说成王爱王妃 爱都愿意为她去死 他们从昨晚到今天中午才出卧房 成王秦安时都腿软了 他们从昨晚到今天中午才出卧房 成王秦安时都腿软了 没关系 你不会说话 是我没讲好 来人啊 来人啊 拖出去战二十 轰出府 扔命啊 走 快点 不要 不要 扔了我 你 把我送一封信 给成王殿下 成王爱的人 只能是我 出拳 喊出来 出 出 不管你内心怎么想 至少在万人眼里 我俩必须相敬如宾 出拳 情色和异 好的爱妃 都听你的 乃是方程 站住 成王妃 奴婢有事要见殿下 想必是楚夫人让你来的 回成王妃的话 一切有关秦姑娘的事情 奴婢必须亲口禀告殿下才行 原来如此 王爷 王妃 您的丫鬟有事找你 她怎么来了 我才没空管这种贤人呢 王妃 你可不可 我给你倒杯水 王妃 你累不累 我给你吹吹 王妃 你站久了 一定烦了吧 我令你回去 这还是王爷吗 化冰玉到底使了什么诡计 让你连话都没有和王爷说上 小姐 奴婢已经精力了 废了 滚 化冰玉 咱俩走着瞧 歇早之事 定是她戒备心最弱之计 我就不信不能将她拿下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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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我洗澡啊 洗澡不脱衣服啊 脱啊 要不要一起啊 好啊 你要干嘛 你要干什么 小心 好痛 我们睡都睡过了 你用那么大力干嘛 这点痛都受不了 从明日起 我要给你改头换面 此阵登基以来 太子之位一直悬空 二皇子庆王齐剑德党同法义 实非明君人选 三皇子承王齐瑞展 虽本性善良 却不误正义 为了秦佩真惹怒了太后 蒲天之下 只有你画家女子 能够管束承王 引她上进 是 臣已经拟好一份计划 定会让承王殿下 洗心革面 臣妾不想离开王爷 本王心已定 从今天开始 府中只会有王妃一人 好 你们走吧 这王爷如此忠义王妃 想必今后 不会再受那些心思不纯之人撩拨了吧 满意了吧 还行吧 我不上场 我今天都还没有亮 你就让我上场 我不上场 我父皇都准许我不上场 你凭什么要我上场 我不上场 我 去不去 不去 这本是你应尽的侄子 岂敢有不去之力 去不去 不去 不去 王爷 清真 咱们走吧 王爷现在变得好勤奋啊 自从王妃来了以后 从来没有迟到过 我也要努力 王爷 这下我虽然弱不禁风 但长得还挺好的 不禁风 王不练了 谁要练谁练 不用不上战场 把我喝酒去了 那王爷跟我比一场 如果你赢了 我就听你的 艾菲你看 我这个力道如何 好 小二 来了 把这些都撤走 分给大家 你干吗 好不容易结识训练放个假 猪门酒肉秤 路有洞死果 这么多菜您吃完了 什么 给我俩一人一碗洋葱面就行了 好嘞 瞧瞧看一看嘞 走路见得多别错过 王爷您来了 这啥青圈圈特别难得 你猜这个数 什么 只要一万两 这么便宜啊 不要了 一万两 是一个士兵五百年的凤雾 王爷竟然这么有钱 那我帮你捐了吧 不是 把钱还我 我不买了 我不买了 这不是丞王殿下吗 丞王殿下 丞王殿下 好久没见你了 是啊 闪开 怎么回事 快闪开 快闪开 闪开啊 快闪开 闪开 快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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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您还好吧 是啊 那就是丞王妃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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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姑娘 丞王现在是我的人 还请大家自重 哼 岂有此理 王爷这段时间 信也不回 连面都不与我见 华冰玉 华冰玉 我就不信 你能拦得住我本人 哼 就这点记得 flavours 就这热烂车 赶 mnie 呀 呃 años są llow Çok 碅 exempel 海 tv 哦 哦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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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奇怪 昨晚又只记得 她的脸在对我笑 还有一阵香的 是怎么回事啊 算了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我堂堂成王 不能就这样 被一个女子说服 既然以柔克刚这招对她有用 那我就假装爱上她 将她冲上天 然后趁她雕以轻心事犯上 王爷 拿着你的修书滚出王府 从今天开始 珍珍才是我的宫妃 王爷 你不爱我了吧 好可怜啊 我都不忍心看 还不快滚 别爱得我家珍珍的眼 我们走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候你来一趟花园呗 我有事和你说 小心 莫非前辈是个火坑 怎么可能呢 好了 你睁开眼睛吗 你几乎啊 所以我用鲜花向你表白 你竟然是我做得不对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好好保护你 爱你 做一个你喜欢的好夫君 你一上午没训练 就做得这些 不是 我 好了啊 没事 没事 那秦佩真呢 我下次见到她 你一定和她说清楚 我跟她已经是过去了 现在我心里 只有你一个人 我打了一碗 不是来听你们这种屁话的 一瞬间 忘了心跳 现在光天花日在花园里 用了灵魂箱 怎么办 有刺客 她居然如此护我 还为我受伤 王爷 你没事吧 是珍珍 糟了 不能让花园里知道 你别去了 你都受伤了 谁就给我 王府出现刺客 怎能不管 不行 我要保护好你 你不是想让我成长吗 那你就一边放手 如果人这点小事都解决不好的话 我还有什么用呢 群善 快保护好王妃 是 那王爷小心 珍珍 珍珍 殿下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是 是因为太想念殿下了 殿下有了新婚 就忘了对我的承诺 没忘了 没忘了 只是现在的王府 跟以往不同了 现在我设置于花冰玉 暂时无法娶你 但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不会忘 其实珍珍怎么样都可以 只是 殿下过得不舒服 珍珍心里就不舒服 殿下放心 我一定帮你除掉花冰玉 我一定帮你除掉花冰玉 一定很疼 你这几天千万不可以碰水 这点小伤不碍事 是 倒是王爷 今天的功课做完了吗 我还有一点功课没做完 你先休息 等我做完 马上过来陪你 来 我为什么金天心一直扑通扑通地跳 我为什么金天心一直扑通扑通地跳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那天你为什么不顾心你安慰救我 我是在完成任务 他是说身为妻子的任务吗 休怪我狠心 毕竟我十二岁 就答应了珍珍要娶她 不过看在你保护我的份上 待我修认你之后 再替你磨个好婆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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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冰宇不能答应 今日宫宴 这簪子趁南非更加克服 妾身秦佩真见过承王殿下 你们都退下吧 我和殿下有话要说 放开 这是承王妃 还不快跪下 承王妃怎会如此寒酸 我不知道姐姐如此接见 才把姐姐认成宫女 导致姐姐大动肝火 都是我的错 请承王殿下宽恕 我也是不知 那将士们厮杀护国 竟是为了你这等人负账浪费的 姐姐 你可冤枉我了 这只是京城女子的寻常打扮 不比姐姐在边关粗制大业 我就是不顾忌自己的面子 也要顾忌丈夫在外面的面子 王妃怎么打扮我都喜欢 与庞人无关 我们走 我们走 德德 她的声音怎么像内日的刺客 她若是内日的刺客 肩膀伤 会比向我画家独门指引的 起来吧 知道错了就行 姐姐这是做事 我不过是吴家姐姐认成宫女 姐姐就在大庭广州之下 毁我清白 我好心服你而已 看来真的有王 难道王爷欺骗了我 那个刺客这个小偷 已经送府衍了 好 是我人为言情 现在只有一死 才能证明我的真结了 放肆 当这本王的面 想侮蔽王妃谋害官复吗 还不滚 王爷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爱妃 这种人不值得我为她生气 今儿你要进宫 你还要与其他女眷们 多走动走动 我们走 看你们得一到几十 王妃以后 可要跟你们多走动啊 是啊 是啊 哟 这是哪个不知天啊 天高地厚的 还敢来啊 方才误会一场 我来是恭喜姐姐 王爷有后了 咱们承王府有喜了 王妃这是有喜了呀 喜事啊 好 最后恭喜王妃了 恭喜王妃 恭喜 恭喜 太好了 自然不是我的 你还要有喜了 还要是吗 操纸 你还要不是 你很怕 你还会负责 你又没有 你还要是 我还要是 我还要是 还是忧伤风化 月牙姑娘我前不久刚见过 不曾见她肚子有身孕 那是因为王爷婚后才有的 短短时间当然看不出 难道齐瑞珍真的背叛我 如今月牙已被王爷养在外头 姐姐若是不信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我相信王爷一定不会做出此事 为了证明她的清白 跟你走一趟又何妨 殿下 里头有人说 承王妃跟秦佩珍去了城里 说您在城里养了个外宅 什么 我什么时候在城里养个外宅了 走走 快点劝开 这 这边 这人在搞什么 殿城王妃 此人确实已有两月身孕 退下吧 是 月牙 你说 你这腹中胎儿是何人的 为小姐 我 是 是 是 承王殿下的 王妃 饶命 这分明是被逼迫的 你 怎么回事 王爷 你怎么来了 王爷 不必再瞒着姐姐了 月牙迟早是要进王府的 若姐姐不依 那便犯了七戳 王爷可休妻 原来真真是想帮我休妻啊 月牙腹中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这事 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再说 姐姐不必如此逼迫王爷 王爷 只是怕姐姐生气罢了 这都是小事 小事 从我静门那日便立下规矩 做我画家夫婿 必须从一而终 什么阴阴炎 我一个也不需要 别打我 别打我 救命啊 童远输了 大冰云 你怎么回事 换作以前你教训他一顿就是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难过的感觉 他若真行为不端 便没有资格继承大统 若是遭人陷害 兵玉 朕只能靠你了 儿臣遵旨 这是不是 能资格继承大统 继承大统 是 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只要能跟我在一起 连江山都可以不要 珍珍也和以前一样 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你难道忘了吗 醒醒啊 醒醒 三皇子落水了 快去救人呐 你是谁啊 我叫秦佩珍 你方才落水 是我救了你 我一直没有我 那就好好利用这件事 对付华冰玉 王爷 王妃哪儿 属下不知 烧了她的耳提面密啊 倒是有些不习惯 王爷 出事了 玉牙被人杀害 黄潘欧大怒 宣女即刻进攻 儿臣 拜见黄祖宫 王爷 出事了 玉牙被人杀害 黄潘欧大怒 宣女即刻进攻 儿臣拜见黄祖宫 惠害 人杀害 已经禁止了 那玉牙的哥哥 是我手底下的小力 现在他们高到我面前来了 就算你是我的弟弟 我也不能偏袒 月牙只得罪过你 素来有人无仇 况且 他肚中还怀着 皇室骨肉 你太狠心了 王爷昨日并未承认孩子是他的 我何故就杀人 那王爷没有否认 你就打人 展儿 可有此事 有 可是没打着 那你照实说来 那孩子是你的吗 然后不知所作 城王府满城寻找王妃 这件事老百姓都传遍了 而月牙此时遭到杀害 凶手只可能是他 混账 皇家血脉 岂能儿戏 来人哪 把化冰玉押入大牢 没有我的批准 谁都不能见 是 太后 这 恭喜你 这 这就是你 想要的 你敢打我 你自己都送上门来了 如果我不打你 不是让你白跑一等 救命 王爷 明月 大人 明月 王爷 王爷 他要打死我了 你先走吧 我封太后命 有几句话要和王妃说 王爷你 你不该在这里的 太后说了 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私自见王妃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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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那日王府的刺客 就是秦佩镇 你和他联手 制造了一套计划 目的就是亲手把我送入大牢 是我考虑的不周全 你现在的样子 倒像是你受了委屈 我 你成功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走吧 皇爷 我只是想要休了兵玉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和二皇子一起状告他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帮你 挖兵玉她太厉害了 不这样做 我们根本帮不倒她 什么 这么说 月娅的死 难道是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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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兵玉 她绝不会做这种滥杀无辜的事 我以为我也了解你 不是 晨晨 月娅可是和你从小一起长到大的 王爷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 我不想再对付兵玉了 月娅的死 太后会追查到点 你好自为之 王爷 王爷 如此胡作非为 有何资格继承大统王 今日起 将为郡王 罚奉三年 儿臣认罚 但月娅腹中 确实不是儿臣骨肉 兵玉是无辜的 请父皇明察 那你为何要撒谎 我 我 我就是想顺势赶兵玉离开 混账东西 为了别人的妻子 如此对待自己的发妻 画兵玉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父皇我知错了 盖月受罚 只求能让我去找证据 还兵玉一个公道 如果查不到真相 你也不用回来见我了 滚 吼你个画兵玉 竟敢把我打成这样 这是二皇子赐我的南疆祈渡 不如 你 过来跪下 啊 啊 不得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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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有用 划冰运 你等着 来人哪 我要出门 这药粉 剑血封喉 沾一点就会揉 你说 你要是没了这张脸 王爷还会喜欢你吗 秦培臣 我真是无药可救 若不是你 承王妃早就是我的了 都是你的错 你放心 我会替你照顾好王爷的 丽云 我来迟了 我这就给你解读 我这就给你解读 叶昂 少和 谢谢你来救我 以我们的关系 何须说这些 我带你走 不行 我还要任务在身 可你都快死了 那齐瑞展真的这么重要吗 那是皇上交付给我的任务 那我留下来陪你 这时时光皇死 你身份敏感 不要缠火 你快走吧 不要被人发现了 好吧 但下次如果再遇到危险 我一定会带你走 以快走吧 不要被人发现了 好吧 但下次如果再遇到危险 我一定会带你走 你 王爷 已经托人说好了 他们会派人好生照顾的 但是 牢房中就不是什么好地方 对啊 牢房还有很多正郎 兵御局好怕正郎了 秦山 我们要尽快找证据 好 走 快点 走 好什么 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你的家人 已经在我手上了 求王饶命 求王饶命啊 我招 我招 求王爷放过我的妻儿吧 那你还不快招 月儿身上 只有被打得心臼伤痕 并没有身孕哪 我 我 我是收了朱夫人的钱 是 是 把证人带回去 好好看着 是 是 老几不止 他是这样的人 王爷 我们什么时候抓了那大夫的家人 是 炸他的 好高啊 实在是高啊 果然王妃教导有方 王爷都能自学成才了呀 这什么意思啊 凭什么这种东西就不是他教的 啊 快速 王爷最近可以啊 功力建成 一定是王妃教得好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在教你暴雨梨花 嗯 也不知道这件事过后 他会把我打得多残啊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答应帮我嫁给王爷吗 怎么能杀他 我也是在为你出气啊 要不是你没弄死花冰雨 我又何必怕他找到证据 我是替你不辱之啊 我不知道花冰雨为什么没死 但成王 终究会是我的 珍珍啊 你看重的只是他亲王的身份 可如今他降为郡王 已经没有未来了 你若帮我 将来贵妃之位 不再坏呀 现在有人能证明冰雨的清白 能不能先把它放了 儿臣自会继续追查真相 好了 还不快去接你的王妃 好嘞 这衣服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 我给你拼上 不行啊 那你快个火盆 去去会起 星星座坛 好嘞 哎呀 怎么揍我一顿啊 揍你啊 什么 王妃不让我见 哎呀 哎妃 开开门哪 外面更深路重 我怕冷啊 哎妃 你开门哪 哎妃 你开 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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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了找征去受了多少苦 我从承西跑到承东 就怕你在牢里多待一秒 我该 我还遭到刺客了呢 你看我还受伤了 怎么受伤了 还有哪里受伤了 哎没有没有没有 我用你教的武功打败了他们 其实还夸武功长进了呢 嗯 嗯 没关系 他跟武讲话了 有几步 再接三列 嗯 嗯 没关系 他跟武讲话了 有几步 再接三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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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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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王妃 不好了 王爷回府的途中遭到了埋伏 什么 坐 好 秦瑞斩 秦瑞斩 你喜欢吗 你就一直弄这些花症 不打算认真谈一谈吗 对不起 我不该与秦佩珍同谋七年 如果没有找到证据 我就会被处死 秦佩珍诬陷王妃 皇太后知道定不会侵扰她 都是我的错 我可这 秦佩珍是青梅竹马 她小时候救过我 我答应她要娶她 可是 我现在只觉得对不起她 你对不起她 她害你丢了秦王之位 害我入狱 你还对不起她 不是 是因为 行了 你别说了 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 是因为我不想再娶她了 是因为 我现在对你的感觉 从没对她有过 华冰玉啊 华冰玉 完成任务就好 人家十几年的感情 你拿什么笔 冰玉啊 那你是不是不生气了 你已经很久没打过我了 你这人怎么那么有意思 还你自由还不好 是你说的吗 谁厉害听谁的 那我还打不过你吗 原来你就是想跟我学画家功夫啊 好啊 我早日完成任务 早日离开 我要见王爷 主夫人 她要是不来 你就去找她 主夫人 不要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敢来拦我 滚开 放开 楚夫人在我家乱喊 还要打我的人 华冰玉 我有事要和王爷说 是和二皇子有关的 比起听楚夫人废话 不如直接跟二皇子说 你来了王府 你猜二皇子会怎么想 你要拿我作耳 你做的坏事太多了 就自求多福吧 来人 送楚夫人回府 这几天让秦山都盯着她 是 这是今日王府收到的匿名信 回药妃 秦媚箴确实不见了 出府现在一片混乱 爱妃你简直就是料事如神啊 信上说 让你有时去梁山山顶 我先单独前往 假装被他们捉住 再与你灵外合 不行 若此事真为二皇兄所为 还是让父皇出兵为妙 蛇还没有出信 怎能惊动父皇 你放心 一定会帮你救出你的救命恩人 什么 蛇还没有出信 怎能惊动父皇 你放心 一定会帮你救出你的救命恩人 什么 但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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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竟然完全没有担心侵略症 我脑子遮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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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嗯 走 走 快点 刚才 冲王妃盗子倒了一程 我们兄弟几个就先招待了他 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过来了 还不愧放了王妃和楚夫人 都说成王痴情 那就以命换命吧 但你只能救一个 王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没事吧 云温哪里受伤啊 不要碰我 你是我王妃 我碰你一下怎么了 秦佩甄 你陷害我和丞王 可知何罪 王爷 不是这样的 楚夫人 你是时候为你所做的事情承担后果了 我们走吧 不是你这个毒夫害我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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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王妃掉牙了 快去救人 是 是 把衣服脱了 过来 过来 冰云啊 你别生气了嘛 本来我只有一个人就够了 现在还要再回去再救你 你会秦宫吗 你就跳 我 我学过的 只不过刚刚没发挥出来 你是皇子 是未来的国君 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 不顾生死 对 对不起 你就那么爱他吗 原来冰云对我已经这么重要了 但她不喜欢我只顾着女情长 我要怎么说出口 画冰云 画冰云 你居然还在任务中 掺入私情 太失败了 算了 你没事就好 我再去找点柴火 冰月 冰月 王爷 我是死了吗 还是在做梦 你没死 你掉下悬崖了 我也跳下来了 王爷是为了我 不是为了你 今日处分你 对我妻子掉牙 乃是重罪 弄它干啥 王爷 我有点虚弱 王爷可以帮我盖上吗 王爷对珍珍如此冷漠 难道忘了当日 珍珍救王爷的情谊了吗 王爷 珍珍知错了 但是珍珍心里只有你啊 你不是当初救我的人 什么 什么 我的救命恩人 胸前有一道花瓣形状的胎记 怎么没听王爷提起过 姑娘家身上的痕迹 我怎么可能问 不是这样的 是是王爷你记错了 这是我记了一辈子的图案 我认识它比认识你早 爱妃 外面冷不冷 来 我帮你暖暖 不冷 又不冷 帮我弄弄身体 你冷 那你去湖边跑去 不冷了 不冷了 爱妃 爱妃 你不是去捡柴了吗 柴呢 我们想捡了 不行吗 行行行 爱妃想怎么样都行 爱妃 她衣服破了个洞 我是怕你误会 才把衣服给她盖的 衣服而已 你人别给她就行了 爱妃 以前是我混账 快换你还在我身边 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用衣服来补偿你好吗 你补偿我 那楚夫人怎么办 碧玉月 可刚没摔死你 太可惜了 我想到她这样子对你 我就生气 你不用补偿我 只要你以后勤证爱你 就够了 就这样 你做不到吗 做得到 当然做得到 爱妃 明玉 王爷 王妃 王妃 新秘位找找 是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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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 等等 你收好了 王爷 你没事吧 秦佩甄恕罪并伐 打入大理寺大牢 而她的夫家楚家 也立刻送来了修书 秦姑娘 现在你是二皇子的眼中钉 不过念在你眼出了二皇子 让我们掌控证据 你的家人可以免受牵连 但是需要你作为我们的人证 我只想和王爷一个人聊 我同意 不行 你的家人 他说 你再会 我来 还当 cap 你 这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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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菲苑 俗话说得好 不孝有三 无后 早就跟你说过 你的功夫什么时候能比得过我 我就听你的 我说的你是不是忘了 没忘没忘 不敢忘 不敢忘 有这精神 还不如好好去练功 这个花边太紧 永远 你 我们都是夫妻了 我还不能看你身体吗 我不喜欢 我们都睡过了 那要怎么样 对啊 冰玉从没在我面前露过身体 我跟她同放这么久 都不记得她有这个胎记 当年救我的人 是冰玉吗 不行 我得想办法确认一下 艾菲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几岁学的有用啊 我爹说我天赋异禀 生完就好了 那艾菲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救过谁 我救过的人 没有一万也有五千 怎会记得 艾菲 你记不记得那盆池堂 这是我们上次赏花的池堂 难道所有池堂在你眼里都一个样吗 一个池堂有合计的比喻 此地无聊得很 我先走了 冰玉 到底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这该死的 都 我 你的马步这么不稳 不如以后 每天加一个时辰的渣马步 我为你精心挑选了许多惊喜 我数三下 你再睁开眼睛 三 二 一 看 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杜刀 有深V的低胸的薄纱的 胸前镂空的 你看你 你 你不喜欢 齐瑞展 你最近又疲养了 是吗 没有没有 你不喜欢没有关系啊 我只是开个玩笑嘛 这人的礼物在里面 来 冰玉 只要你在这上面签字 我所有的房子 铺子 田庄 就都是你的了 既然你是我的王妃 那么我的东西 就是你的东西 我不需要这些 丁玉 你就当满足我想送你东西的心愿吗 陛下 此去梁山 发现了二皇子豢养四兵的证据 请陛下咕摸 果然如此 毛儿 你何必走到这一步啊 但这些证据不足 今日有人谨言 庆王是江南 官场贪腐的源头 朕现在 再给你一个新任务 今日起 你跟成王下江南 彻查此事 儿臣遵旨 江南赴书殿 自古温柔相 未免打草惊蛇 我们伪装成柔山完事 朕赫王也跟江南下 平江之府无起 见过成王殿下与成王妃 臣准备了一点薄礼 还望二位笑纳 好 算你上当 一会儿你们将礼物和名字 报给秦山 回京城就让父皇 叫你们一块儿搬了 玥玥 你终于来了 你谁啊 敢知呼王妃名讳 王爷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安少和 和我一起守边疆的好兄弟 少和 这位就是成郡王 这就是成王啊 他还不如我 大胆 竟敢觊觎王妃 你 我们都认识十多年了 我觊觎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 你 够了 上回这次 是受我所托来送东西 向来口无这来 王爷 你也别太计较 我计较 明明是他心机难 对 我说话直 东西给你 我先走了 嗯 联合破香粉能当宝贝 都说江南富数 看来也有穷人吧 我安家是带作香 用的都是祖传秘方 谅你也不失乎 够了 少和这次 是来帮我们调查的 江南这一带 还得靠他了 你全都告诉他了 凌云 我只希望你能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可以来找我 少和 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看我生相 王爷 王爷 我这是怎么了 王爷最近太累了 晕倒了 那个安少和 爱妃 为什么我们每次元房的时候 你都要用那个相反啊 莫不是什么旧情难忘 少和只是我的朋友而已 王爷莫要参疑 难道 你不喜欢我吗 喜欢 少和 几日不见 你的武艺真是大招 不就是画家武功吗 我也会 画家金拳 讲求的是迅猛 某些人啊 不过就是些花架子 兵贵神素 某些人脑子里只有肌肉 这点仓势都不明白 是 那王爷 要不要比试比试 到底谁弱谁强 乐意丰美 是 够了 你们俩 都给我绕教场去报三十圈 是 是 冰玉 看来我的生日要在江南过了 你送我个礼物吗 王爷此次来江南 天天吃和玩乐 何须我送礼物 你太没有良心了 我跟那些讨厌鬼喝酒应酬 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吗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想要什么礼物 我想要个香囊 贴身佩戴最相思吗 这么肉麻的事了 我可做不出来 这么肉麻的事了 我可做不出来 这么肉麻的事了 我可做不出来 把酒香囊给我 我也不能让你用他的东西 艾菲你怎么受伤了 我训练的时候受了伤 不可能 你训练从来不会受伤的 莫非是冰玉在偷偷给我绣礼物 艾菲 既然受伤了就好生休息 来 我喂你 恭贺王爷生辰 多 这是臣妾送给王爷的礼物 真是辛苦艾菲了 来 我们一起打开它 这是臣妾送给王爷的 三年拳法 五年剑法 还有鬼道兵书 御师讲解 冰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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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本王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什么鬼东西啊 吓死人了 东东 这难道是艾菲绣的 还给我 不准看 还给我 难怪 原来是艾菲绣的 怪不得上面两只小鸡 这么可爱 给我 给我 不给 给我 你到了我手上 就是我的 都给我 既然艾菲送我这么好的礼物啊 那我只能把自己回礼了 怎么回事 你 能够帮我 我当你一切会的 怎么回事啊 那我啊 那我 那我 一切会 是你做了我 怎么办 打晕他吗 丁玉 没想到原来是你 一直都是你 我还差点弄丢了你 太好了 这是我这边曾 过得最好的一个生日 是你 傻子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你 我自作者 说 在我的一天 你能不知 我不认识 你 有 是 什么 对 谁 由 也 所以 我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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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被抓到了把柄 殿下放心 这郕王一路游山玩水 吃喝玩乐 和郕王妃都闹翻了 生日宴上 更是被王妃 气得拂袖而去呀 真有此当事 嗯 再次回到柄 我去起床 我去到柄 小鸟 我去到柄 我去到柄 小鸟 我去到柄 我去到柄 之后 我去到柄 没有人 那我去到柄 我去到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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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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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哪儿了吗 我 我调查案子 毕竟我要帮你和父皇分忧嘛 嗯 我知道殿下把香囊放哪儿了 正好有空 我想再改改真假 我 王丹 丢在妙兰房间了 我 我拉衣服堆里了 等会儿我给你拿来 不必了 带上来 今天你可以为了一个妙兰 夜不归宿了 明天你是不是该把什么莲花直接搬进王府了 兵玉 我说了是误会吗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画家夫婿 一定要从一而终 哪能容得像你这样不舍难得 好你个齐瑞展 要不是为了你家江山稳定 我们兵玉压根不会嫁给你 你竟敢这么对她 你说什么东西 少贺 你别说了 你别拦着她 你说 她是为什么嫁我 你那皇帝老爹看你二哥阴险 又嫌你无能 所以让兵玉嫁给你来管教你 立除之后 立即还兵玉自由 还兵玉自由是什么意思啊 她说的是真的吗 是 但是 当然是真的 就连你们同房也是假的 但是兵玉用了我的迷茴香 让你美梦一场罢了 难怪 我就说你奎水明明不是那个时候来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不是 我是有原因的 有什么原因 你都已经嫁到王府来了 难道是为了她吗 困着 你敢侮辱兵玉 少贺 你不要伤她 你手心心做态了 我兵玉 我对你这么好 你去抢待我 你去抢待我 兵玉 是她对你不好 你还是跟我走吧 哎 少贺 你事情都没搞清楚 你为什么要这样 起初我确实骗了你 但现在我对你是有心的 他 少贺他并不知道全部 你 你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告诉我 偏偏让那个家伙告诉我 那你要我怎么做 我 霍炳玉 你以为我为什么改变这么多 我先帮你倒杯水吧 不用 秦珊 我传两个侍女 你所说的什么画家规矩 也是你编造的吧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等等 把妙兰放下 她来历不明 她是吴起送来的歌女 之根之地 把她救到花园来 本王想听曲儿了 是 她根本就不在乎我 她一点都不吃醋 是 王爷 王妃想找您聊聊 问您什么时候有空啊 那你快让她 那让她快点来啊 本王还有事 是 殿下 殿下睡着了吗 怎么是你啊 小女子有事找殿下 王爷 小女子见过王妃 她怎么在这儿 她怎么不能在这里啊 你有什么事快说 我那个将囊做得不好 所以又向城中姓娘学习 新作的这条腰带 送给王爷 哎呀 好漂亮的腰带 殿下 能送给妙兰吗 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 我倒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此事 就要问王妃了 好 可以 谢谢王妃 你对别人倒是挺大方的啊 哎呀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罢了 哎 哎 你是自己出去 还是我叫人把你扔出去 滚 啊 你干什么王爷 你放开我 秦日斩 哎 你们要讨好我 还一副勾勾在上的样子 只让人讨厌 王爷 我会伤到你的 你现在属于我有心 那就证明给我看哪 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 你哭了啊 你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 看见你哭 原来你就这么讨厌我 以前和我睡在一起 真是委屈你了 明明是你负了我 你哭什么呢 真是太过分了 是吧 还有那个 王爷 这是在干什么 我要回京啊 王爷 请以大局为重 你为了大局委身于我 我 我因为大局收到你和父皇蒙骗 我就偏不如你们的愿 这天下谁爱做谁做 别人的死活 与我何干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但身为皇子 只能对世界如此不负责任 你太惹我失望了 王爷 那我们还走吗 王爷 那我们还走吗 王爷 没事吧 冰玉 那承王竟如此折辱你 实在是人渣 我说了 这件事你不要插手 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先扶你去那边休息 冰玉 怎么又是你啊 真是你家们天天往这儿跑 我走遍天下 当年皇宫都认我恒心 更何况你一个王爷 我懒得和你说 冰玉 我去问你一个问题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冰玉待你如何 连瞎子都看得见 真是不知好歹 冰玉 我们走 放肆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你疯了 你敢伤他一下试试 玉玉 玉玉 已经十年 没有人能伤我了 玉玉 这一切 我欠你的 都还给你了 待会回京之后 我们立刻办和礼 不 冰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曾经夜店 你 谁也赢过谁 就听谁的了 这次 你终于遗忘了 玉玉 少安 我们走 听见们 以后离冰玉远点 冰玉 大夫 冰玉怎么样了 好 华姑娘如今气血双窥 功力大退 是因为怀孕了 什么 原来如此 这孩子胎盘未稳 我开几味药 给姑娘保胎 冰玉 这孩子你若不想要 我便立刻去寻 最好的大胎药 若你想要 我便将它视如己出 你先别说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只为我跟我合理 青山 青山 书下在 从今天开始 我要知道兵玉的一切行踪 尤其是那个安绍和 给我看好他 是 我给你买的 兵玉 我给你买的 你多少吃点 不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孩子吗 我可以 我可以吃点 青桃葫芦嘞 好的 你口鼓里架 尽管供应我家丁玉 丁玉你怎么还吃了呢 你只能吃我买的桃葫芦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东西 茗玉 你愿意收下吗 不行 这太贵重了 茗玉 你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我 你已经决定和离了 你可以重新做选择 而且你的孩子也需要一个家 别说了 我还没有想好 没关系 我可以等的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这上面的刺繡这么精美 茗玉一定下了很多功夫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我还刺了她一件 茗玉 茗玉 只要你肯回来 我怎么都可以 嘻变王爷 歌女妙兰求见 不见 都是因为她在从中救世 我才害兵玉伤心的 她说她有办法替王爷找回王妃 我先告诉你 本王此生只有兵玉一人 你就不必再打本王的主意了 禀报殿下 小女一直求安兽和一人 什么 你会让他在哪里 我来到一位 那你做了好 他感觉 有什么 我做了好 我做了 好 我做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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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好 我做了好 这是吴起私藏的帐簿 里面记载了他和二皇子的往来 小女冒死将她偷了出来 只求王爷带王妃离开江南 好啊 有这东西 一定能带冰宇回来的 秦山 备马 去安抚 冰宇 前面有个台阶 小心一点 小心点 谁在那 谁在那 冰宇 真晦气 冰宇别看 脏了眼睛 冰宇 你最近过得好吗 你最近吃得好不好 在做什么呀 程王请自重 冰宇 过了这么多天 你有没有想我 王爷 你想做什么 冰宇 冰宇 对不起 我 冰宇 冰宇 有滑胎之相 夫人亦十分虚弱 恐有性命之威了 大胆 那 这可是皇嗣 岂容得你在这儿胡说 我 若是京城御医 或许还有办法移救 小人实在是无力回天哪 都怪我 冰宇 我答应你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当个好皇子 此生 只有你一人 冰宇 我们江湖儿女本就洒脱 何必留在这朝中 等你养好身子 我们就一起离开 周游中原 做一对神仙眷里 冰宇 冰宇 你选谁 你选谁 武器 带大量私兵围住了外面 常王殿下好本事啊 竟然被你拿到了证据 但你 别小回京了 武器 武器 你竟敢谋犯 我绝不允许 有人毁了二皇子大业 给我拿下 是 是 好 现在头下本王一律免罪 冰宇 你没事吧 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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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二皇子已经起兵了 你们都得死 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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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苦 你一个 我心都碎了 哪怕我不在你身边 你还要恍惚活下去 我会永远守护着你的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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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朕与冰玉 早已补下天罗帝王 老二 你真是糊涂 我 糊涂 我看你才是真的糊涂 从小到大 我事实都比他强 为什么 你们什么都要像个他 为什么 真是死不悔改 罢了 带下去关押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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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玉 我也在你目光里笑得很甜 等你在人海里厌倦 你会发现我的爱比星光还好看 就算我给你的实验是浪漫 也会用余生谐言什么是勇敢 世界说成小小无言 我们一起把梦想 都绑进现实里面